哦~~ 我強烈建立這場後座都是一定要夾戰keeper 這個他會怕 今天要回台中嘛 所以我開這部車 我先把它開到林口 然後我就換我自己的車回台中 讓布萊恩去試車 上車啦 它的質感還是非常好 它這個賽車椅 哇靠 對啊 剛好拖在我的肥肉上 很習慣 我手都習慣會 握在那個排檔桿上面 這裡沒有東西可以 我就不太習慣 我是很不喜歡這邊有一個 嗨賓士 是的 請說 停止導航 乖 乖喔 有乖有乖 年紀慢慢有時候 你就開始希望能夠做那種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很喜歡做那種 七人坐的舒服 對啊 還是想要熱型一下 哦 我剛來接我兒子下課 然後看他這台車超興奮 你知道主人也有坐嗎 這台車是跑車喔 跟爸爸以前 開的那個GTI的那個類似 更猛 但這台更猛 這台是300匹馬力 爸爸之前那台只有210匹馬力 超讚 為什麼我這後面沒有可以握的地方啊 他就這樣貼背你握上面幹嘛 哦!! 大概只有他一程公里 我到一程吧 要嗆啦 他會罵 不然待會把車子開回去台中 然後我們會在台中再會合 那我們 下一段見啦 好 影片下一段見 拜拜 拜拜 他左右兩邊在夾是不是 剛剛Brian有調整那個 動態調整處理這邊 他寬度是可以改的嗎 他是隨時動態的 他一直在調 對啊他剛剛動了一下耶 他一直動 他一路都很忙 那我知道了 就是你可能在急轉彎的時候 他會把你夾跟緊一點 這個左右兩邊 腰的這個地方 他會隨著你的車況不同 他現在又降下去了 你在開車的時候 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他會把你往上浮起來一點點 而且很妙的是他兩邊不一樣耶 不是我怎麼動你就怎麼動 兩邊不一樣耶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 對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感受 跟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樣 固定的很好 你不會覺得被甩了甩去 但是他蠻妙的 就是這台車子全部沒有把手 對 我們昨天去試車的時候 每個上車子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陪我們48小時的 A35 AMG A35 一般人家都會說 A Class就是前驅嘛 動力不足嘛 就是廉價款嘛 其實那不是A Class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A 35 四驅 305匹馬力 對 沒話講了吧 鋼炮造型 我本來說 比較喜歡什麼CLA有沒有 但是這樣開了兩天下來 我覺得鋼炮就應該要沒尾巴 對 有尾巴反正有點累積 第一天你還說沒尾巴很醜 所以後來覺得 而且這個 我們等一下到後面再講 這台車子大概所有的 好料全上了 等於是DEMO車都全上了 你看這邊看起來 這個封刀 下嘴唇 然後像這個都是選配 這個還是夜色套件 都是黑色的 然後23P也選配 都有 智慧型頭燈也選了 然後這個車色啊 你注意看這是銀粉白喔 它有亮 對照賓士的稱呼 這個好像叫鑽石白的樣子 然後這邊有它的標示 四輪傳動加Turbo 嗯 然後這個是選配的 19吋的鋁圈 19吋 鋁圈 然後你看它那個 煞車跌打有多大 19吋幾乎塞得剛剛好耶 自動性非常非常的好 用的輪胎是235 35 R19 一樣前後輪是一樣的 嗯 然後你看它這個 原廠的這種空力套件 對 非常的密合啊 最誇張的就是 它的屁股了 你看這個屁股 擴散器 嗯 這個 這種質感真的不是 不是 這個其實你 外面裝會有啦 但是這個質感真的是 很好耶 然後加上這個尾翼 你等一下從後面看這個 一個大大的那種 它這個其實車長 看起來其實比一般的 這種小噴泡看起來還更長 其實它並不小耶 對 它其實並不小耶 你坐四個人的話 在裡面是不會局處的 然後這個也有選 它有選四輪 四個門的那個感應感應進入 就是你摸一下 摸門解鎖 而且四個門都有 四個門都有 大天窗也有 都有 你們喜歡的都有 DEMO卡 360度環境攝影也都有 它這個叫做 智慧型矩陣頭燈 就是它的 它的燈不是一顆燈泡發出來 它是六十幾顆燈泡排的 所以它有個功能就是 你隨時都是開遠燈 但是它會偵測 比如說你對面 你前面有車的時候 它前面那個會凹掉 就是它不會去照射到前面 對面有車子來的時候 它也會把那個部分關掉 對 但沒有車的時候 它就會開遠燈 然後 所以你一次壞 壞六十幾顆 它在山路上面開的時候 很酷喔 比如說你這樣轉過去有沒有 它就會這樣 就是 你本來照到地上對不對 你一轉過去的時候 它就 把那個地方打開 很帥 要開一台這麼快的車 其實蠻容易的 但是說它的配套 要這麼完善的 應該算第一次開 然後這是A35 我知道上面還有A45 還有A45S 然後如果還不過的話 我知道還有63 還有53 但是我開了A35之後 我就覺得 我不需要知道A45 還沒試乘之前 我們講說 就小鋼砲嘛 其實每個人的看法 都這樣子啦 我跟我哥講說 開台A35回來 這台車還蠻貴的 要怎麼兩三百萬這樣 我哥也看到車說 你不是說開兩三百萬 所以我來 怎麼是這個 試了一下 真香 前方的這個是 360度的環景攝影 其中一顆的攝影機板 這邊一顆 然後後照鏡兩顆 對 背後再一顆 然後這邊前面這是雷達 是不是 其實它很厲害 我覺得它在側面 不只是有照相機 它好像還有感應器 因為你在 你只要快要停車的時候 它只要感應到 車側有東西靠近有沒有 那360就直接打開了 對 就是比如說你要插進去 像我們家旁邊有兩個柱子 你一開進去的時候 它的360就打開了 好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內裝 這個 進車喔 這個AMG是要跟你打招呼的 對 所以 連這邊都會有AMG的圖案喔 嗯 這邊都是AMG專屬的 然後有它的平靶 平靶的方向盤 但是很可惜的 這邊沒有AMG 我相信每個人熟AMG的就會念這件事情 嗯 這邊怎麼沒有AMG 這會有點小遺憾啦 然後它的內裝其實就跟A系都一樣 然後上次我們看到的A系齁 它這個地方它是 鋁飾板嘛 就是銀色的 那這一台用的是 這像木紋啦 這像木紋 但這個木紋在晚上的時候很漂亮 因為它這邊是會打燈的嘛 因為它打上來的時候 這邊本來會比銀色的還漂亮 就是會有一格一格一格這樣 我們現在來開一下 然後這個AMG 所以它並不是只有刷了這個 look在上面而已 有個logo在上面而已 不是 它很顯示的東西 比一般的顯示的還要多 它的sensor買的也很多啦 什麼機油溫度啦 然後渦輪的加力值啦 然後這個是變速箱 還是差速器的溫度啦 然後很多很多 然後現在是白天 所以看不到它的氛圍燈 這氛圍燈跟上次的一樣 只是它這次的氛圍燈比較不一樣 只是我發現它那個膠條 之前那個氛圍燈 你白天看的時候 會看到這樣白色的透明狀 然後這個像霧面狀的 所以我知道我們現在 它就是磨砂啦 就我們講講磨砂 我們現在點的是白色 所以看起來是這樣 如果點紅色的話 它看起來會很像 嗨 賓士 嗨 賓士 是的 請說 氛圍燈換成紅色 好 我幫你換 有了有了 你看它就像紅色膠條 對對對 它看起來就像膠條 不像燈 對 看起來就不像發亮的感覺 對 表示說它這燈打得非常均勻 對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它是霧面的材質 對 然後因為是幾乎是滿配 你看這邊 這邊是 那個攝影機的開啟 然後這是車子的設定 這個是自訂 然後這邊是那個變速箱的控制 然後這邊有個可以關掉你的防滑 這個 T7S 這個你真的是 不要亂關 不要亂關 這台車很野 是的 它這台車就是 CarPlay也有 CarPlay啦 Android Auto都有 然後你直接用藍牙鈴也可以 無線充電也有 無線充電也有 有沒有 它充電 已經在充電了 然後它充電之後這邊等一下會跳出來 告訴你它在充電 充電也開始 是的 對 然後這邊有這個座椅加熱 然後三段的這個記憶都有 都有 然後電動椅你剛才試過 是兩種非常漂亮的椅子 對 而且不只是漂亮 也很好做 然後你包得很緊 這個 對這台車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會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你就會很希望它把你包得緊緊 奇怪的動作 嗯 奇怪的動作 對 然後你看它這邊這麼大一個地方 罩著 其實就是很多雷達都在這邊 包含你那個 自動跟車啦 限速的辨識啦 車道維持的那個Sense跟攝影機 都在它們後面 所以有一堆都在這邊 對 一堆 你看沒辦法它就會擋到 對 其實 但是說真的開的時候沒感覺啦 但是這樣看的話 我覺得很大一個 嗯 這車其實在後座還是蠻大的 這是剛剛我 前面是我坐的位置嘛 對 你看我坐在後座 欸 還很寬耶 對啊 還很寬耶 然後這個車子是也是有扶手的 不過這台車子 說真的 你不用想在後面會坐得太舒服 這種車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對 這是性能車 它是性能車 其實介紹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太需要講 它的舒適感 因為舒適的不會去選這台車 對 因為它的價格 你要舒適的車太多了 其實這台車真的很熱血 而且是 會上癮的玩具 嗯 就是我一直在想說一開始 就是你一開始會覺得 這車我不需要不需要 但是兩天之後你就習慣了 看一下好 置物箱 這個性感的屁股 那你可以它 推不動啊 呵呵呵 來吧 我為了發現這種車子後座 就應該是改變 哈哈哈哈 它在看好看 哈哈哈哈 這個好像 把椅子推倒的時候 再 把椅子推倒 不用擔心 人倒了椅子自然就倒 其實蠻大的了 這個公路車應該沒有問題 嗯 我覺得以這種 這種 小鋼炮這種 性能車來講 這部車真的是已經 非常非常豪華 跟頂級了 它很多細節都有設計到 而且這兩天有載了蠻多人 有沒有 一個人跟我講說很難做 沒有 但其實它底盤是很硬的 但沒有一個人跟我講難做 連我爸都不說難做 它底盤其實蠻硬的 蠻硬的 這台車就是釋放你心中 每個男人都會想要一台這樣的車 然後一開始都會說 我不需要這種車子啊 你開著再說 你開著再說 C250要250萬喔 C250就250萬 但是A35呢 它也是250萬 但是他們空間其實差不多 但是你要想 他們兩個的性能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競爭力的 光看是它的價格當然是很貴 但是你再對比一下 其實它是很有競爭性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次 以前是4.5嘛 4.5更貴 3.5我覺得真的很夠用耶 當然不鼓勵不要車子 你需要這個動力的時候 它的儲備是很多的 一般的車子會讓我覺得 不管它操控啦 安全性的還是它的馬力 都會讓我覺得 它就這樣子而已 不要把它逼得太過 但這台車是恰恰相反 有時候我會想跟它講說 你不要逼我 逼得太過 它會一直挑逗你 比如說上坡的時候 你還沒有覺得它不夠力的時候 它的扭力已經先頂上來 它自己退檔就頂上去 而且是舒適模式 很讚 就是會讓你真的很有樂趣 而且很享受的一台車 所以如果你要求的是 有這種駕駛樂趣 要有安全感的話 我覺得A35真的是很棒 它有它的價值 真的 如果你覺得它很貴的話 你真的要去試試看 我現在不覺得它貴 而且甚至如果說 我有這個預算 去考慮一台250萬的車的話 A35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個選擇 真的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